南北朝时期 有一个姓齐的秀才 因为祖母姓米 母亲姓康 父亲便给他取名齐米康 此人十六岁便考中秀才 不但满腹经纶 而且写得一首好字 年少便已成名 是当之无愧的书法大家 他的字俊秀飘逸 好多人登门的秀才 求字却不得 因为他不卖字 兴趣来了便挥毫 没有兴趣 谁求都白大 这一年 到了相试之期 齐米康去俊成参加考试 三场考完 他留在俊成游玩 等待结果 反正闲来无事 听说成交的飞来风景色不错 便独自前往 关于这座飞来风 留下的传说很多 最神奇的 莫过于是历朝历代 天王居住的地方 自周朝以来 很多皇帝都自称天王 死后到了天庭 自以为是 自作主张 惹得玉皇大帝 很不开心 于是 玉帝从天上梯下一座山峰 扔到此处 作为天王们的居住之所 此风从天而降 故名飞来风 飞来风上 不着天下不哀的 玉帝的意思很明显 让他们自己玩吧 眼不见心不烦 齐米糠上了飞来风 走了一阵 感觉有点累 便在一块巨石上躺下 憨睡起来 等他醒来时 已经满天星斗 到了二更天 他急急忙忙下山 半路上忽然听见谈话声 寻声走过去 只见一块空地上 四脚有四个石块堆积而成的座位 三个文士搭扮的人 坐在其中三个座位上 每人身边一壶茶 正在高谈阔论 齐米糠驻足听了一会 原来他们在谈论书法上的造诣 忍不住坐在第四个座位上 加入了谈话 他口若悬河 侃侃而谈 其他三人频频点头赞叹 其中 年长的一位问道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不知阁下 尊姓大名 齐米糠便讲出了姓名身世 三人连忙站起来抱拳行礼 说道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书法 大家齐先生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还望见谅 今日相见 实乃三生有幸 齐米糠急忙还礼 彼此客套几句 年长的人说 我等是天王府的幕僚 在此闲聊 王爷也很喜爱书法 齐先生既然来了 不如与我等一起 去拜见王爷 也不枉此行 反正天色已晚 不如到王府逗留片刻 明早在下山不迟 齐米糠答应下来 欣然前往 跟着三位文士走了不远 到了一座气派的大殿 四人鱼贯而入 大殿上端坐着一位王者打扮的人 长着一脸大胡子 颇有气度 年长的文士上前禀告完毕 王爷大笑着走下来 拉着齐米糠的手说 早就听说先生擅长莫保 今日得见 时未平生 赶紧吩咐次座看查 大家坐下 相谈甚欢 王爷谈吐不俗 没有架子 深得齐米糠之心 王爷说道 先生既然来临 不留下莫保 让我等官瞻 实为汉事 齐米糠欣然说 承蒙王爷厚爱 不妨献丑 逗大家一乐 王爷急忙吩咐笔墨伺候 逝者在长岸上摆下文房四宝 三位文士一人言没 令两人按压宣旨 齐米糠提笔 一挥而就 两位文士展开宣旨 王爷细细欣赏 叹为观止 他右手抚着胡须 哈哈大笑着说 既然先生留下了墨保 我也不能没有表示 那就送你一条命好了 齐米糠是洒脱之人 也不知道送一条命是啥意思 没有深究 也没有往心里去 王爷把墨保收了 几人坐下继续交谈 忽然 一位侍者急匆匆走进来 并告说 启禀王爷 新来了一名差夫 等待王爷定夺直视 王爷便邀齐米糠一同前往 到了大院 阶下跪着一人 齐米糠发现 是堂哥齐万千 急忙上前相见 询问他 为何到了这里 齐万千泪如泉涌 讲了起来 齐万千是个商人 听说海外藩帮生意好做 便收购了一船丝绸和瓷器 出海而去 哪知道遇上了飓风 打翻了船只 淹死了船夫 他抱着一块船板 索性活了下来 船板把他推到一个海岛上 他刚爬上岸 不幸遇见帆帮海盗 把他捉拿起来 海盗头目审问他 见他没有油水 便一刀砍下他的头颅 早有接引的公差 把他引到王爷这里来了 齐米糠大惊失色 海外离这里何止千里 看来堂哥已死 这是他的鬼魂 他当即跪在王爷面前 说道 王爷 你刚才许诺送我一条命 我现在把这条命用了 送给我堂哥 让他起死回生 王爷答应下来 让侍者把齐万千带走了 此时 东方献出一抹晨曦 王爷说 我也不留你了 派人送你走吧 齐米糠和王爷 以及三位文士道别 被侍者送出大门 他一回头 王府消失不见 只有山石和树木 齐米糠回到家里 派人打探堂哥的消息 过了半年 堂哥齐万千回来了 讲起他的奇遇 他在海外 被海盗砍了头 哪知道 头颅被神灵接上了 他又活了过来 他在海边等候了十天十夜 终于等到一艘路过的船只 到了穷州 他一路辗转 回到了家乡 齐米糠查看他的脖子 果然有一圈细细的红线 那是刀子留下的疤痕 一直到齐米糠五十年后死去 也不知道那位王爷到底是谁 很久以前 有个书生名叫顾不育 父母早亡 家贫如洗 为了谋出路 他带着书童一路南下 打算不远千里 投奔姑妈家里 寄居读书 可是 当他们风尘仆仆地赶到姑妈家里 才得知姑妈已经去世三年了 姑父另娶了一房夫人 因为姑妈不在人世了 姑父对待顾不育相当冷淡 新娶的夫人总是语出不逊 让寄人篱下的顾不育心生惭愧 只得告辞而出 打算自谋出路 顾不育带着书童四处打听 有没有需要请司书先生的 有人指点说 你往西走 有一处大宅 住着父家一双汤夫人 前不久听说他家需要 请教书先生 顾不育谢过此人 带着书童一路问到了汤府 看门人进去禀告后 带着两人进去面见汤夫人 汤府的宅院很大 非常气派 到处是亭台楼械 美丽如画 两人走在里面 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 到了厅堂 仆人请顾不育入坐用茶 不一会 环佩声响 汤夫人出来了 坐在帘子后面 问起了顾不育的身世 顾不育刚说完姓名极怪 就听汤夫人 啊了一声 说道 你真的是隔壁的不育弟弟 顾不育一惊 狐疑地问道 在这异地他乡 我举目无亲 夫人 夫人如何认识我 汤夫人激动地说道 我是你隔壁的燕红姐姐啊 急忙走出来相见 顾不育定睛一看 果然是燕红姐姐 两人是左右邻居 从小在一起玩耍 燕红比顾不育大三岁 故此称为姐姐 后来燕红十三岁 就嫁到了江南富户人家 父母也跟着他一起去了 两人就此断了联系 想不到异地他乡遇见故人 汤夫人令人端上韭菜 招待两人 坐在旁边 说起了往事 他一个穷家小户女子 之所以能嫁到汤府 是因为汤家独子是个驼背 还有哮喘病 他嫁过来不到三年 丈夫就死了 留下一个儿子 如今正是读书年龄 但是汤夫人的儿子非常调皮 请了几个先生 都被气走了 顾不育也讲了自己的遭遇 询问燕红如此年轻 为何不另嫁他人 燕红叹气说道 汤家势力大 公共去世前曾经留下一言 如果改嫁 什么也不能带走 我不如守着儿子过活 至少衣食无忧 不受人欺负 得知顾不欲想来教书 燕红笑着说 你满腹经轮 来教我那调皮儿子 真是屈才 男子汉大丈夫应当在外闯荡 我推荐你去别处谋出路吧 有个姓陆的将军 驻扎在洞庭湖一带 和汤府是亲属关系 汤夫人写了一封信 顾不育拿着书信 去了陆将军处 陆将军拷问了一番顾不育的才学 很是敬重 留下他当了幕僚 专门书写公文往来和书信往来 等到以后有机会 再把他提拔起来 陆将军喜欢打猎 常常坐着战船 在洞庭湖上狩猎 这一天 陆将军又出动战船 在洞庭湖上巡猎 惊动了一只猪婆龙 浮出了江面 被陆将军一箭射中 猪婆龙受伤由不动了 被军士划着小船 用绳子捆腹着 吊上战船 陆将军哈哈大笑 得意地说 正好 我想换一件新的战袍 不如就用这头猪婆龙的皮质做吧 顾不欲上前行礼说道 启禀将军 小声认为 应当仁爱为怀 放了他吧 陆将军心中不快 不放吧 那就是不仁爱了 只得点头同意 顾不欲大喜 找军士要来金创药 涂抹在猪婆龙的伤口上 把他放入湖水里 回到军营里 陆将军笑着说 君武之旅 不能输生意气 我看你 不适合在军营里做事 另谋高就吧 赏赐给顾不欲二百两银子 辞退了他 有了二百两银子 顾不欲索性做起了生意 专门在军营湖一带 导卖物品 因为他头脑灵活 生意越做越大 十年过去 他成为大富商 这一天晚上 顾不欲带着一船珠宝 准备贩卖到武昌一带 船只停泊在军营湖 他带了两个割机 让船老大解开缆绳 让船慢慢挑动 饮酒听歌赏乐 这时 只见远远地来了一只小船 靠近顾不欲的大船 跳上一名汉子 说道 十年前成蒙恩公搭救 现在我已经是 洞庭湖龙军属下武将 今天特地来报恩 情势紧急 恩公跟我走吧 说完 伸手一搭顾不欲的手腕脉搏 顾不欲不由自主地 跟着他跳上小船 小船急迟而去 不一会 湖上刮起大风 波涛翻滚 湖上的船只纷纷轻覆 顾不欲的那只大船 也葬身湖底 令人惊讶的是 惊涛骇浪到了汉子的小船面前 自动停息 上了岸 汉子才说出实情 他就是顾不欲搭救的猪婆龙 今晚 洞庭湖龙军令他施展风浪 淹死217人 他看见名单上有顾不欲 顾此为令将他救出 猪婆龙说 你快走 一命还一命 大恩以报 他奉劝顾不欲以后不要做生意了 正因为他做生意 曾经欺压良善 才会有此厄运 顾不欲叹口气说 可惜我一传珠宝 猪婆龙手指着旁边一堆货物 说道 已经弄到岸上了 顾不欲回去后 不再做生意 当起了富家翁 过了一段时间 那名汉子找上门来 原来猪婆龙违令 罪当该死 龙军感念他知恩报恩 死罪以免 活罪难饶 罚他流浪人间三年 他一路问寻 最终找到顾不欲的家里 三年后 猪婆龙告辞而去 回到洞庭湖去了 这篇聊斋故事 写了一只多情的蜜蜂 正所谓是为之吉者死 女为月吉者容 这只蜜蜂变幻的绿衣女子 为了迎合心上人的要求 不惜性命 唱了一首歌曲 歌声果然销魂 不过 销的不是书生的魂 而是女子的魂 歌声招来了天敌 埋伏在女子回家的路上 一往情之 幸亏书生及时搭救 虽然性命保住了 然而女子与书生的情缘 却因此而终 实为汉事 故事的笔法十分精彩 有些细节的描写 看似无异 却是伏笔 比如对于绿衣女子的身材描写 罗如季节 妖戏待不迎居 看似多余 还有好色之嫌 却与后来皆是女子的真实身份 遥相呼应 这一伏笔相当精妙 好了 无需赘述 读者诸军自己去体会吧 今天的白话聊斋故事 开讲了 话说有个叫做于景的书生 自小宋 一都人士 寄居在李泉寺里 苦心净读 一天晚上 于景正在捧书诵读 忽然听见窗外 响起一名女子的声音 于相公真勤奋啊 于景大吃一惊 暗想 这深山也邻里 哪里来的女子 正在疑惑间 女子已经推门而入 笑吟吟地说道 于相公好用功啊 于景慌忙站起 只见女子穿着绿色长裙 身段曼妙 面容娇好 特别是那浅笑 让人心里暖暖的 于景知道 此女必非人类 哪有良家妇女 深夜擅闯寺庙的 于是盘问她的来历 是哪里人事 女子淡笑不语 于景一再追问 女子撒娇说 哎呀 于相公 你看我的样子 难道会吃了你不成 何必刨根问底的 多扫兴啊 于景很喜欢她 懒得再问 就和她好上了 女子脱下一裙后 于景发现 她的腰支非常细 几乎一只手就可以握住 天亮后 女子偏然而去 轻盈的样子 就像随风飞舞一样 自此后 女子每晚都来 和于景相会 浓情蜜意 自不带言 一天晚上 两人忽然来了雅兴 整至韭菜 小酌起来 谈吐之间 话题扯到音律上 从女子的言论上 看得出她对音律很懂 于景便开玩笑说 你一定擅长唱曲 唱一曲吧 歌声一出 必定能让我销魂 女子也开玩笑说 不敢唱 怕销了你的魂 于景再三请她唱一曲 女子才答应下来 说道 不是我吝啬地 不想让你听 而是夜深人静 恐怕别人听到 甚为不妥 既然你坚持要听 那我就勉为其难 唱给你听 只不过 只能轻声地唱 女子于是坐下来 用小脚轻轻地点着床腿 合着节拍 唱了起来 树上乌旧鸟 转奴中夜散 不愿秀邪诗 指孔狼无伴 声音很轻很细 就像蚊子翁一样 却可以听得很清楚 于景只觉得 婉转动听 心惊摇荡 确实销魂荡魄 女子唱罢 急忙站起来 打开门看看外面 说道 小心一点好 提防墙外有耳 接着出去 绕着屋子转了一圈 这才放心地走进屋里 于景好奇地说道 你怎么疑神疑鬼的 女子笑着说 艳雨有云 偷生鬼子常喂人 说的就是我现在的状况 不一会 女子就寝 样子看起来提心吊胆的 忧心忡忡地说道 我与相公的缘分 恐怕到今天为止了 于景很惊讶 问他何出此言 女子说道 心跳莫名其妙的家具 恐怕命不长久了 于景安慰说 心跳家具和眼皮秃跳 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你又何必说这种丧气的话呢 女子的心情 这才稍微好转一点 安心地睡着了 天亮的时候 女子刚要开门 忽然转身对于景说 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你起来送送我吧 于景便把他送出门外 女子说 你站在这里目送我 等我到了墙外 你再回去 于景答应了 不一会 女子转过走廊 不见了踪影 于景正准备回房间 忽然听见女子惊恐的呼救声 于景急忙寻声跑过去 却什么也没有看见 忽然听见声音又响起 来自屋檐 抬头一看 只见一张蜘蛛网上 一个弹丸一样大的蜘蛛 正在用丝缠绕一个东西 声嘶力竭的声音 正是那个东西发出的 于景急忙赶走蜘蛛 挑破蜘蛛网 去掉缠绕的网丝 发现里面是一只绿色的蜜蜂 已经奄奄一息 于景急忙把蜜蜂拿回家里 放置在书桌上 关切地注视着他 于景这才明白 和他相伴许久的绿衣女子 就是这只绿色的蜜蜂 过了一会 蜜蜂苏醒过来 开始在书桌上爬动 只见他慢慢地爬到雁台上 用身子粘上墨汁 然后扶身书桌上 一阵旋转之后 书桌上出现一个谢字 写完字 蜜蜂斩起双翅 穿窗而出 不见踪影 自此后 绿衣女子再也没有来过 蜜蜂这名绿衣女子 无疑是一名非常痴情的女子 她的痴情 不仅仅表现在她爱慕书生 主动示好 以身相许 更表现在唱歌这一细节上 且看她唱歌之前 推却再三 迫不得已唱时 压抑声音 唱后又绕屋侦察一番 这些细节表明 唱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而事后证明 确实具有生命的危险 歌声会招来天敌 设置生命的陷阱 能为了情郎 不顾生命危险 不是痴情还是什么 独霸好生感动 人生如获一痴情的知己 福福何求 很久很久以前 山区里活跃着一群土匪 听说贼寇入侵中原 想去杀敌 正所谓国家兴亡体肤有责 但是土匪头子彭借天 一直举棋不定 因为他的独生女儿 没办法安置 在荒之年 老婆饿死后 彭借天就带着女儿 绣珠上山落草 如今绣珠已经十八岁了 彭借天却为他的亲事发愁 为啥 因为土匪头子的闺女 富人家不会要 穷人家不敢娶 这一天晚上 彭借天带着弟兄去找珠大户借粮 打算作为出征的粮享 刚包围珠家 却见后院门打开 一个人牵着一头牛 偷偷摸摸地出来了 土匪们把他扭送到彭借天面前 一审问 原来是住在荒山岭的阮大郎 阮大郎农闲时赶牛车赚点油米钱 今天路过此地 被朱大户拦住 把大水牛牵走底垫租 他还欠朱大户一点垫租 这头大水牛是阮家的命根子 阮大郎怎肯善罢甘休 于是晚上来偷牛了 彭借天喝道 你好大的胆子 阮大郎善笑着说 没办法 我还指望这头牛多赚点钱 好给儿子取亲 彭借天心里一动 详细询问起来 得知他的儿子二十岁 还没有定亲 就把他带回山寨 彭借天抢夺了朱大户的钱财 回到山寨 对阮大郎说 脱下你的大褂 当作信物 去你家送信 拿钱财属你 阮大郎忙说 别 他们看见大褂 会以为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不如把大水牛牵去 这一次 彭借天亲自走一趟 到了阮家 阮大郎的儿子 一看见大水牛 就扑上来 要和彭借天拼命 嘴里喊着 还我爹命来 被几个手下死死地拦住 彭借天好奇地问道 谁说你爹不在了 他圆瞪双眼 咬牙切齿地说 我爹说了 牛在人在 现在只有大水牛回来 不就是说 我爹不在人世了 彭借天拍着他的肩膀 满意地说 是条汉子 我来 就是告诉你 你爹好好的 不用担心 阮大郎的儿子 认定他不在人世了 怎么可能拿出赎金 他们虽然是土匪 但是求财不求命 彭借天 只得带着手下回去了 回到山寨 彭借天呵斥 阮大郎说 上了你的当了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让我们给你家送回大水牛 阮大郎呵呵大笑道 我们庄稼汉 大水牛就是命根子 只要大水牛在 我的老婆儿子就不会饿肚子 来吧 要杀要寡 随你便 彭借天反倒哈哈大笑 夸赞道 你心里只有家人 当得起爹的称呼 好样的 吩咐手下把他带下去关起来 晚上 一个土匪悄悄地把阮大郎放了出来 送到后山的小路上 说道 我们都是穷苦人 迫不得以财落草为寇 你走吧 阮大郎赶紧把腿就跑 刚到半山腰 就被暗哨抓了回来 绑在山寨大厅的柱子上 彭借天召集所有土匪来到大厅上 审问阮大郎 彭借天立声贺问 说 是谁放走你的 阮大郎闭口不语 彭借天下令严刑拷打 阮大郎被打得皮开肉战 却一声不吭 彭借天不由地暗暗赞叹 真是一条硬汉 嘴紧得很 原来 这是彭借天暗中指使的 目的就是试探阮大郎的为人 第二天上午 昏昏沉沉的阮大郎被叫醒 却是一名十七八岁的姑娘 端着米粥喂他 喂完米粥 姑娘又端来 一盆水给他擦洗伤口 涂抹药膏 阮大郎很感动 问道 闺女 看你也是好人家的女儿 如何落入匪窝里 姑娘说 大叔 我落入匪窝里 没得选 阮大郎惊问 为何如此 姑娘说 因为我是彭借天的女儿 阮大郎叹一口气 扭过脸 不再理会 过了几天 阮大郎的伤好了 彭借天让人把他带到大厅上 对他说 阮大郎 我打算放你走 但是山寨里的规矩不能少 你必须烫烫八仙镇 所谓的八仙镇 就是八碗菜 只有一碗没有下毒 选对了 活着下山 选错了 抬着尸体送到家 八仙桌上早已摆着八大海碗菜摇 阮大郎心想 罢了罢了 好歹做个饱死鬼吧 拿起筷子就要吃 彭借天说 阮大郎 为了你的老婆儿子 你要想好了再下筷 阮大郎猛然醒悟过来 心里说 是啊 先看看再说 何必急着寻死 阮大郎放眼望去 那八碗菜 无非是鱼盒肉 千张炒五花肉 鱼头炖豆腐 豆皮煨猪腿 油炸黄豆米 醋溜绿豆芽皮蛋半豆腐 猪大肠微黄豆 只有梅菜扣肉里 没有豆制品 当地的土话里 豆和毒同音 他瞬间明白 筷子伸向梅菜扣肉 大口吃了起来 彭借天暗赞 这家伙一点就透 是个明白人 他腰和手下 把阮大郎好生送下山 到了山脚下 阮大郎如非一般跑回了家 当天晚上 阮大郎听见敲门声 打开门 绣珠站在月色下 地上一包金银珠宝 羞答答地说 大叔 我爹说你是个明白人 阮大郎看了看四周 一把江绣珠拉进屋里 第二天一大早 彭借天烧了山寨 领着弟兄们抗击贼寇去了 后来听说他们都战死在战场上 这以后阮家多了一个儿媳妇 据说阮大郎赶车时 捡了一个逃难的姑娘 领回了家里 古时候 山村里有个大户人家雇员外 家里养了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相隔三岁 性格却截然相反 老大雇大郎为人敦厚 性格温和 从来不让父母操心 老二顾二郎天生脾气暴躁 喜欢打架斗殴 跟着一帮损友胡混 吃喝嫖赌样样举全 按照现在的话说 顾二郎是弟弟道道的渣男 因为从小名声在外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个不成器的人 没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为妻 如今他已经二十岁了 仍然是孤家寡人一个 顾员外夫妻没有少操心 可是他们夫妻俩根本管不了他 早几年 顾二郎因为吃花酒的时候 争风吃醋 两帮人大打出手 出了人命官司 顾员外花了上万两银子打点 才将官司摆平 顾二郎回到家里 顾夫人气的大骂逆子 拿着棍子打他 顾二郎火冒三丈 夺过棍子打了顾夫人一下 顾夫人气的一口气没有上来 魂归西天 顾员外气的要去县衙里控告顾二郎忤逆之罪 被顾大郎劝住 顾员外思前想后 干脆把家产一分为二 让顾二郎单独生活 眼不见心不凡 要是顾二郎把家产败完了 成了叫花子 也是他的命 这一天 顾员外骑着小毛驴到深山里 拜访老朋友屈老汉 屈老汉高兴地说 你来得正好 我有一门亲事 正想说给你家老二 原来深山里隐居着一名武林高手 膝下有一个女儿 从小跟着她练武 没有缠足 长得五大三粗的 一直嫁不出去 此女名叫如花 天生一个大脸盘子 很有富贵相 顾老汉跟着屈老汉 去了如花家里 如花正在练武 伸手相当了得 一块墨盘被她一只手 轻而易举地举了起来 顾老汉一眼就看中了她 心中窃喜 看来只有如花 才能压制住顾二郎 当即定下亲事 那时候结婚 讲究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顾二郎一直到了结婚当晚 才看到新娘子 当她喝得醉熏熏地走进洞房 笑嘻嘻地伸手揭开红盖头时 不由得大失所望 转身就走 如花反手 扣住她的手腕 和问道 新婚之夜 不和我原房 你想去哪里 顾二郎 骄横拔护惯了 赫骂道 你反了 竟敢欺负老公 让我管教管 教你这个 没有教养的女人 以后对老公 要言听计从 说完 伸手就是一巴掌 扇向如花的脸庞 如花伸手扣住 这只手腕 双手一用力 顾二郎的两只手腕 就像断了筋一样 钻心地疼痛 一下子跪在了如花面前 如花笑着问道 老公 今晚就把规矩定好 以后谁听谁的 说完 手上暗暗使劲 好汉不持眼前亏 再说了 宾客们还没有走 要是闹出动静 被他们看见 岂不让他们笑话 顾二郎疼的脸都扭曲了 连声说 你说了算 你当家 如花这才饶了他 从此掌管家里的财政大权 过了几天 顾二郎带着老仆出去办事 事情办完后 他跑到赌方里赌博 让老仆先回去 到了半夜三更 顾二郎还没有回家 如花让老仆带路 到赌方里 强行拉着顾二郎回家 赌方里的恶奴们 欺负他是一个女流之辈 也为了给顾二郎掌脸面 他们拿着棍棒冲上前就打 如花拿起一条板凳 使劲往地上一砸 拖出两条板凳腿 挥舞起来 一人单挑十几人 打得他们都躺在地上直叫唤 这以后 但凡顾二郎到赌方里玩牌 如花都会去砸场子 赌方里的人打不过如花 只得不许顾二郎进去 过了大半年 所有的赌方都不准顾二郎进去 顾二郎没有地方玩牌了 好不苦恼 只得有所收敛 如花把钱财管得也很紧 从来不让顾二郎身上有闲钱 有一天 几个无赖拉着顾二郎去玩牌 让顾二郎打戒条 他半天输了三千两 赌徒们逼着顾二郎要钱 顾二郎无奈之下 跑到家里偷出几张田气抵债 如花之道后 带着仆人扭住那几个无赖 把他们送到县衙里 县太爷审问清楚 责令无赖们退还田气 并将每人打了二十大板 这样一来 再也没有人敢拉顾二郎赌博了 有时候 顾二郎硬要参加玩牌 众人只得散了牌局 长此以往 方圆十几里的人都知道顾二郎的老婆不好惹 不但不敢喊她打牌 连喝花酒也不敢叫她 寄院的老宝 更不敢让她踏进门口半步 顾二郎不学好也不行 她几乎失去了变坏的土壤 加上如花经常耳提面命 温柔有加 她慢慢地淡薄了玩心 家境很阴时 被如花打理得井井有条 不需要顾二郎操心 顾二郎就闲在家里 守着如花过着悠闲的日子 可是时间一长 顾二郎觉得日子太过清闲 实在无聊 干脆读起书来 对功名产生了兴趣 三十多岁的时候 考中举人 门庭显跪起来 如花认为顾二郎不适于做官 多次劝说 顾二郎听从了如花的劝诫 不再参加大考 也不拿钱捐官 竟然钻研起字画来 后来小有名气 其实 如花就是在新婚之夜 对顾二郎动过粗 后来只对外人凶狠 对顾二郎温柔体贴 她让顾二郎失去了变坏的土壤 这一招确实高超 不过 这得益于她武功高强 无人敢惹 要是普通女子 这一招就不灵了 很久以前 在北方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 住着一个名叫水多青的人 家境还不错 父母早亡 妻子也在去年病逝 水多青独自一人生活 好多朋友劝她续弦 都被她拒绝 她和妻子的感情很好 心里一时半会装不下其他女人 好在水多青 有个结拜兄弟云无异 时常带着好酒 来看望她 宽解她的心 云无异住在几十里外的另一个村子 两人在一次朋友的酒宴上相识 很是投机 故此结拜为异姓兄弟 云无异年长两岁 以哥哥自居 两人走得比亲兄弟还要亲近 这一天 云无异带着好酒来了 和水多青畅饮起来 九汉尔热之际 云无异说道 兄弟 我在江南有个表兄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与其在家里郁闷 不如我俩合伙去江南做生意 三五年后回来 心境自然不一样了 水多青认为可行 两人当即约定 带上所有献银 三天后启程 三天后 云无异来寒水多青 两人一同到了集市 租了罗马 往江南而去 晚上宿在客栈里 两人一合计 总共七千两银子 云无异带了两千两 水多青带了全部家当 五千两 走了很多天 到了江南 罗马行的人 赶着罗马回去了 两人坐船走水路 到了晚上 趁着水多青睡着了 云无异来到船头 和船老大说起了悄悄话 原来 船老大就是云无异的表兄 云无异有个大姨 嫁给江南的客商 客商死后 他改嫁给一个老渔夫 生了这个儿子 百度为生 云无异之所以撒谎 使他起了歹心 想图谋水多青的家产 正所谓人无横财不负 马无夜草不肥 水多青的家产 让他忍不住 冻起了贪心 云无异和船老大密谋完 把水多青叫醒 喊他出来观赏江上夜景 水多青睡眼朦胧地走到船头 云无异指着江景和他闲话 趁他不备之时 将他推入江中 水多青在江水中挣扎 向小船游来 船老大和伙计一起 拿着撑杆和船桨 劈头盖脸地打向他 不一会 水多青就被江水卷走 失去踪影 下游有个老渔翁 正在下网打鱼 忽然看见朦胧的月色下 飘来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带到镜前一看 是具浮尸 他急忙捞起来 一探鼻息 还有气息 赶紧给他控水 不一会 那人醒了过来 他就是水多青 水多青哭诉了遭遇 老渔翁心生怜悯 把他带回家 换了干净衣裳 让老伴煮了姜汤 水多青喝了姜汤 身上暖和多了 靠着桌子睡了一觉 第二天 他去报了官 差役们领着他在沿江码头 寻找了几日 没有找到船老大 渐渐冷落了破案的心 不再理会水多青 这也不怪水多青 那天晚上上船 他没有刻意留意 船老大的相貌 加上码头上 每天来来往往的 船只几百条 他根本分辨不清 无法指认 眼见官府没有指望了 加上身无分文 水多青决定乞讨回家 但是他一个壮士的人 伸手向人乞讨 常常遭到白眼 所以他常常几天 讨不到东西吃 鸡肠碌碌 苦不堪言 走了几天 水多青实在走不动了 就去找店铺打短工 先把肚子填饱 活命要紧 后来 有一家茶叶铺的掌柜 见他手脚勤快 同意让他当小工 管吃管住 一年三两银子的工钱 好不容易过了一年 水多青 领到三两银子的工钱 向掌柜拱手告别 急匆匆地踏上归城 一路上参风露宿 鸡一顿饱一顿地 终于回到了家乡 此时 他已经离家快两年了 可是 到了家门 却见里面住着不认识的人 一问之下 才知道房子被云无意卖给了别人 邻居叹息着说 云无意回来 说你失足落入江中 不在人世了 你家又没有老小 他就做主 把你的房子和田产 全部变卖了 水多青气奋极了 想不到这个结拜兄弟 心肠如此歹毒 他转身就去找云无意 到了云家 只听见里面传出哀哭声 他紧走几步 进了屋 只见屋里摆了一口棺材 云无意的妻子 吴氏和年幼的儿子 正在哭拜 吴氏见到水多青 就像见到亲人一样 哭诉起来 原来云 吴亦得了肝病 吃了半年药 前两天病重去世了 但是 云无意平常德性不好 把邻里和亲戚得罪便了 竟然没有人来做主帮忙料理后事 水多青劝住吴氏 打起精神 给云无意料理后事 把云无意送上山后 水多青才将云无意陷害他的事情 对吴氏讲了 吴氏惊呆了 云无意只字未提 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但是 云无意的德性他十分清楚 做出这等事 一点也不为奇 吴氏想了想 说道 你既然和他是结拜兄弟 照顾我们孤儿寡母 本事应该之事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就和我们住在一起 大家从此后 就是一家人 水多青就和吴氏结婚 住在了云家 后来 吴氏把云无意的儿子 也改成水性 对水多青喝户被制 云无意留下许多家产 足够一家人 过着富足的生活 过了两年 吴氏给水多青生了一对 双胞胎儿子 把水多青喜的 常常在梦中笑醒 云无意算计结拜兄弟 到头来 家产 老婆 儿子都成了结拜兄弟的 这大概是他万万 没有想到的吧 古时候 深山里住着一个皮子精 已经修炼了好几世 颇有一些道行 最近修炼到了紧要关口 只差一个大尾巴 就可以成人形了 按照神秘的说法 去掉这个大尾巴 不是靠修行 而是靠人化 就是说 皮子精找到 随便一个人问 你看我像不像人 如果那人说像人 尾巴就会消失 彻底地变成人形 如果那人说不像 皮子精的尾巴 就无法消失 这一天 皮子精变成一个老头 穿得整整齐齐的 用衣服遮住尾巴 下了山 他首先来到 马大善人的家里 马大善人是一个父户 平常待人极为友善 为说话之前 脸上就堆满了笑容 见面 总是打着呵呵 去年大旱 全村好多人家颗粒无收 马大善人不但借粮 给他们度过饥荒 到了来年播种之时 还借种子给村民 为此 村民们都当面叫他马大善人 既然是善人 肯定会帮着说好话 皮子精越 想越高兴 哪知道皮子精开口一问 马大善人 你看我像不像人 马大善人张口就说 我看你像个屁 皮子精心口一疼 不愿说好话就别说 干嘛诅咒啊 这么难听 他捂着胸口 失望地走了 边走边自言自语 想不到马大善人徒有虚名 能说这种混账话 心也善良不到哪里去 旁边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说道 马大善人是个假善人 心肠毒着呢 他借粮和种子 都得加倍还 我家今年的收成 还不够还债 皮子精低头一看 是一名小孩 蹲在路边玩耍 听见皮子精的自言自语 接口说了起来 这小孩他认识 是村边胡大善的孙子 他本想张嘴问问小孩 他向不向人 转念一想 孩子太小 不懂事 未必明白 就打消了念头 皮子精边走边想 原来马大善人的心肠这么毒狠 他不是在做善事 而是在敲诈村民 等到成了人形 想个办法捉弄他一下 把敲诈的粮食还给村民们 皮子精决定去找陈老四 因为他对陈老四有恩 陈老四应该会说好话 两年前 陈老四上山采药 贪恋悬崖上的一株老山身 冒着危险攀爬采摘 那只道一脚踩空 往牙下坠落 幸亏皮子精就在不远处 施展道衡 瞬间就到了陈老四身边 把他拉住 救了他一命 为此 他还被牙食划伤了腿 陈老四当即看着 还是圆形的皮子精 打工作医地说 恩人哪 但凡有需要我老汉的地方 水里水里去 火里火里去 绝不含糊 皮子精性冲冲地走着 今天就让陈老四报恩吧 陈老四正在院子里 晒着太阳独自喝酒 猛然看见一个老头进来 就问找谁 皮子精就说 找你啊 帮个忙 陈老四说道 有啥忙 就说 只要帮得上 水里水里去 火里火里去 绝不含糊 皮子精大喜 俯身问道 你看我像不像人 为了提醒陈老四 他还故意把尾巴露出来 在陈老四的面前摆弄 谁知陈老四说道 别把尾巴摆来摆去的 我知道你是谁 皮子精 就是皮子精 怎么看都不会成人 天哪 陈老四已经认出了他 为什么还说这种伤人的话 皮子精忍不住问道 你 你 你不是说要报恩吗 陈老四仰头干了一杯 大笑着说 场面话 你也信 皮子精含着眼泪走了 身后传来陈老四的哈哈大笑声 皮子精伤透了心 也懒得再问其他人了 还是回山算了 最有把握的两人都不肯说 其他人没有一点交情 未必肯帮忙 走着走着 皮子精越想越伤心 特别是陈老四的表现 让他心里在滴血 忍不住蹲在路边哭了起来 这时一个柔和的声音传来 你也会有伤心事 怎么哭得这么伤心 皮子精抬头一看 竟然是胡大山 吓得退了两步 说起来 皮子精和胡大山之间有过节 胡大山脾气暴躁 力气也大 三年前的一天 他在山上看见皮子精 追了三座山 差点把皮子精捉住了 所以 皮子精害怕胡大山 看见他都会躲得远远的 刚才只顾伤心 就忘了绕着他家走 皮子精想跑 被胡大山一把拽住胳膊 说道 我看你不但像人 还像一个好心人 皮子精一摸 尾巴果然没有了 他破体微笑 连连说着感谢的话 胡大山笑着说 当初你是圆形 所以不知情 就追着要捉你 后来听说 你救了陈老四 说明你心善 既然心善 成为人有什么不好呢 从此后 世上多了一个善良的人 那是好事啊 皮子精不由的感慨万千 原来人的世界 不能光看表面光听透的话 人心根本看不透啊 他认为最有可能帮忙的 没有帮忙 如今最不可能帮他的人 却帮了大忙 皮子精从袖口里掏出一块金疙瘩 说 这是我准备送给帮忙的人的 看来还是你和这个金疙瘩有缘 你的大恩大德 我会记住的 皮子精从此变成了人形 他在山上盖了房 开荒种地 过起了人间生活 当然他不缺钱用 因为他知道有个装满金疙瘩的山洞 这以后 他一直照顾着胡大山的后人 送一些金疙瘩让他们过日子 一直照顾了期待 直到他远离了这个地方 才没有再往来 清朝时期 家善有个叫吴采玉的女孩 父亲早亡 跟着母亲依父舅舅过日子 他擅长刺绣 所出的刺绣品 被人争相购买 他的舅舅擅长乐器和音律 吴采玉跟着他言学 歌声美妙动听 小小年纪 就获得了真神和取胜两个称号 等到吴采玉十四岁那一年 小姨来信 让母女俩去上海 住在他家 姨父在东营做生意 家中就小姨一人 吴采玉跟着小姨逛街 见到他的人 无不夸赞他长得漂亮 这一天 吴采玉去红庙烧香 刚下车轿 就见一个富家少年 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他奄然一笑 静妙参拜 手帕不慎掉下 被少年捡起 此时正是夏天 吴采玉掏手帕擦汗 才发现不见了 低头寻找 少年递上手帕 吴采玉说了一声 谢谢 脸已经羞红 分外妖媚 他坐上车轿回家 少年尾随其后 从此在他家门外徘徊 却没有机会搭上枪 过了不久 吴姆的疾病去世 小姨帮忙操办了丧事 过了一年 舅舅也去世了 家里遭逢官司 渐渐没落 又过了不久 一副乘船遭遇飓风 葬身海底 小姨为了谋生 听从好姐妹的建议 开设勾兰场所 聘请封臣女子入住 做起了生意 小姨让吴采玉居住在楼阁上 但凡有客人来 只略微寒暄 就不再言语 客人们贪恋她的美貌 纷纷乘着车马来喝酒 门庭如是 生意一下子超过了其他同行 好多豪客询问她的身价 但是小姨只把她当招牌 不让她出来应酬 这一天 一个少年忽然闯入吴采玉的房间 竟然是庙中捡食手帕那人 他说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想念你好苦 吴采玉讲了遭遇 少年想为他赎身 吴采玉说道 你如有意 不须花钱赎身 我本是良家女子 没有典荡身价 少年大喜 就去找小姨说明来意 小姨把吴采玉当摇钱树 听说后很不高兴 一口拒绝了少年 吴采玉据理力争 说 你一直说 把我嫁入好人家 如今已有好人家 你为何食言 如不依我 我宁愿一死 小姨素知吴采玉的个性 说到做到 于是说到 既然出嫁 一定得正中 与少年讲了三个条件 一是聘金一千两 全部用于准备嫁妆 二是另外租赁新房 要讲排场 三是必须为正妻 不做偏房 少年全部答应 不到十天 准备妥当 把吴采玉迎娶过去 直到这时 他才知道 少年名叫梁鹤 才考上秀才不久 嘉兴诈普镇的世家子弟 只不过 他已经娶妻三年 没有生育 吴采玉知道后 不以为意 自愿当小老婆 一个月后 梁鹤出钱 把吴母的棺材迁回家上 让吴采玉的父母合葬一起 吴采玉一直艳羡西湖美景 无缘成行 梁鹤便带着他把西湖游便 后来 梁鹤把吴采玉带回家 他侍奉公婆很孝顺 按照小老婆的礼节对待正妻 和矮待人 深得梁府上下人等的喜爱 可是 天有不测风云 梁鹤参加相识不忠 染上伤寒 医治无效 眼看就不行了 他拉着吴采玉的手说 我辜负了你 我死以后 你可回家再嫁 屋里所有的东西都归你 我会让母亲再送你五百两银子 作为安家费 吴采玉早已泣不成声 只是说 我愿相从你到地下 到了晚上 梁鹤死去 一时间悲声四起 到了半夜里 梁鹤忽然醒了过来 张口就问吴采玉在哪里 大家这才发现 吴采玉不在身边 丫鬟急忙跑到房间去喊 却发现他已经悬梁自尽 梁鹤哭着说 他是替我死的 我到了阴司 判官突然对我说 天地感念他的真心 让我严寿四季 和他再续后援 切勿相忘 梁鹤后来高中进士 到山东任职 多次出任大县的县令 有一天 捉得一个强盗 在赃物中获得一枚玉桃 梁鹤反复审视 却认为吴采玉的喜爱之物 陪葬关中 他以为强盗到了吴采玉的坟墓 大怒之下 把他提出来审问 强盗招供 这是盗窃吴江陆家三女儿的物品 还有一片连理玉藕 已经典当 梁鹤命人取来 果然也是吴采玉心爱之物 梁鹤马上派心腹家人 去吴江拜访陆家 陆翁本是江这人 后来搬到吴江定居 如今已经六十多岁了 三女儿一出生 就会说话 非常聪明 埋胎衣的时候 挖出这两件玉器 三女儿爱不释手 留在身边 后来不幸被道 三女儿常常问起 诈谱镇在哪里 想让父亲带去游玩 而且她对音律很有天赋 只要听见人家唱歌 一遍就能指出音律和节奏的优劣 此女出生的年月日 正是吴采玉死去的日期 梁鹤听说后 暗自说道 当初判官的话 如今灵验了 此时 梁鹤的妻子早已过世 她去拜见陆翁 详细述说了前因后果 欲娶此女为妻 陆翁暗暗称奇 询问女儿意见 哪知道女儿一听诈谱梁鹤 大为高兴 说非她不嫁 两人结婚后 梁鹤见她容貌 不是从前的容貌 而她看见梁鹤 就像见到老熟人一样 好多往事 渐渐清晰 两人生养了儿女 一家人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话说1900年8月14日 慈禧太后迫于与八国联军的战争形势 不得不一连五次召见军机大臣王文韶等 做出了暂避之计 8月15日凌晨 慈禧太后率领光绪及大阿哥等正准备出逃 再拦极匆匆地赶来 贵禀道老佛爷不好了 宜兵已打到了东华门了 情势万分危急 慈禧太后一听 顿赶大势已去 悲嚎一声 做事就要跳河 被宰来一把抱住 劝说道老佛爷是不得 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 不如暂且避其锋芒 再从长计议 慈禧太后只得哭哭啼啼地出逃 王公大臣们有的骑马 有的徒步 跟在后面 慢慢地形成了一千多人的护从队伍 一行人出了西直门 向昌平方向逃去 此时 老天忽然下起了细雨 也不知是为慈禧的狼狈哭泣 还是替清朝的衰败而哭泣 总之 这些雨丝 为慈禧的这次出逃 无端地增添了许多悲切的色彩 一直到了傍晚时分 终于抵达了昌平 逃亡队伍可以歇下来喘一口气了 在当地官府的催促下 当地老百姓端来食物给逃难的队伍吃 慈禧已经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 尽管粗茶淡饭难以下咽 总好比饿肚子 慈禧几乎是合着眼泪吃的 晚上 没有被窝睡觉 蒸来老百姓的被子 可是那些粗布被子已经回潮 盖在身上气气的 一点也不暖和 还好 随从们燃起了豆鸡 有了几丝暖意 或许 这是慈禧第一次吃这样的苦头 也不知道 那一晚 这个掌握着满清命运的女人 想的是什么 也不知她有没有想过 她当晚吃的睡的 都是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日常 她日常的锦衣玉食 都是千千万万吃着粗茶淡饭的老百姓供养的 她当然不会有羞愧 更不会有感动 鬼才知道 她在想什么 一路上 慈禧吃了不少苦头 她随身携带的都是值钱的东西 却无法换来好酒好肉 能吃上鸡蛋 都是奢侈的好东西 这一天 终于到了大同 在知府的安排下 慈禧一行人的生活待遇 才有所改善 大同知府觉得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决定好好地拍一拍慈禧太后的马屁 服侍好了太后 升官发财 还不是老佛爷一句话的事情 其实大同知府早有准备 早在七天之前 她就开始琢磨这件事情了 接到探子的密报 慈禧一行要打大同路过 知府就和师爷相商 用什么招待慈禧太后 师爷说 当然是在本地最好的酒楼 招待太后和皇上 就用酒楼的招牌菜 既气派又排场 凤凰大酒楼 就是本地最好的酒楼 知府大人经常去吃饭 和酒楼的老板自然相熟 老板得知知府大人要招待太后 并且要用招牌菜凤趴窝 当即一束大拇指 称赞说 高 大人 实在是高 凤趴窝 这道菜吉祥啊 当今天下谁能称凤 当然是老佛爷呢 凤趴窝义 及老佛爷 就要结束了颠沛流离之苦 安居皇宫之中 送的是豪彩头 所谓的凤 其实就是本地鸡 民间的习惯 取菜明都喜欢高大上 偏偏把鸡称作凤 可是老板画风一转 说道 大人 既然是招待太后 怎么能用普通的鸡呀 况且 老佛爷是注重养生的人 岂能随便 知府问道 依你当如何 老板讲 这些鸡的用上等食材喂养 他有一个好法子 就是用人参 鹿绒 东虫下草 灵芝 燕窝 枸杞 红枣 银耳等八样食材晒干 磨成粉末喂养 这样的鸡做出来 绝对非同凡响 不过 这些喂鸡的食材很贵 老板伸出一只巴掌说 最低的这个数 大同之府一咬牙 拿出五千两银票 递给老板 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 钱花了 以后再捞 机会错过了 就没有了 老板把银票塞进怀里 心里阴笑 要是为那些大补的药材 给鸡吃 鸡还活得了吗 他是故意如此一说 想趁机捞一把 这几年 被知府白吃了许多酒食 他要连本带息收回来 再说了 这些鸡知府 大人也没有机会吃 他也分不清 有没有喂养不要 慈禧太后在大同的凤凰大酒楼 吃的仍然是普通鸡肉 可是 上菜时 李莲英却将菜名 改为金凤卧血 这样显得高雅 也不会引起老佛爷的多疑 这一路风餐露宿 可把慈禧太后苦坏了 吃起鸡肉来 简直比山珍海味还要鲜 称得上是人间智慧 慈禧太后吃得高兴 连连夸赞大同之府会办事 大大的奖赏 五千两银子 就吃了这么一只鸡 这是听起来荒唐至极 可是 在慈禧的身上 这种花费还算少的 据实载 慈禧一天的日常花费 大约在四万两白银左右 慈禧太后拥有单独的御膳房 据清朝最后一位大内总管回忆 每顿饭 慈禧都得摆三张大桌子 菜轮流上 遇到喜欢吃的 就留下多吃几口 不喜欢的 就倒掉 每顿饭花费的银两 何止五千两白银 五千两白银一只鸡 大同之府敢于这样花 是因为他搜刮的是民之民高 慈禧太后日常消费这么高 消耗的是清朝的财力 无论是慈禧太后 还是大同之府 都没有为老百姓着想 这样的一群人又怎能治理好国家 大清朝灭亡是迟早的事情 漫山遍野都是营庄素果 大雪还在一个禁地下着 寒风刺骨 野狼骨里静悄悄的 四周的山上突然出现一片人影 从山上下到野狼骨 在骨中地带会合 千户大人问对面的领头人 胡千总可有发现 胡千总皱眉说道 千户大人 真是怪事 火烧云 凭空不见了 火烧云是江湖大盗 前不久 率众截取了提督送给亲王的生辰纲 提督大人怒火中烧 下令军队追缴 历时三个月 将火烧云的部下全部捉拿 生辰纲的财物 也追缴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火烧云带着最贵重的火龙珠逃掉了 千户大人得到献报 率兵合围 将火烧云围堵在野狼骨一带 自以为瓮中捉鳖石拿九吻 却找不到火烧云的踪迹了 千户大人望了望白茫茫的四周 方圆树里 尽收眼底 如果有什么蛛丝马迹 绝对逃不掉山顶岗哨的眼睛 谷中的大河接着厚厚的冰 犹如铁板一块 他思索片刻 说道 胡千总 你我各自带兵沿着山脚搜索 寻找有没有洞穴之类的隐身之所 胡千总双手一抱 说道 遵命 两人带兵摆开成散兵队形 沿着山脚 用长矛四处乱戳 却一无所获 眼看天色已晚 千户大人下令就在野狼谷宿营 安排港哨 士兵们撑开帐篷 燃起篝火 喝着白酒 吃着干粮 然后各自入睡 第二天早上 野狼崖上的港哨燃起一个冲天炮炸 士兵们急忙冲出帐篷 千户大人站在隆起的雪堆上 拿出望远镜 只见西南方向有三个人 正在往野狼谷一动 他走下雪堆 下令兵分几路 迂回包抄 三个人被带到千户大人的面前 是一名中年人和两名少年 都是满脸惊慌 胡千总在一旁贺问道 你们是不是来接应火烧云的 快说 火烧云在哪里 中年人急忙摆手 说道 小人冤枉 我们父子三人 是来打鱼的 千户大人看了看他们 中年人手里拿着一根竹竿 上面绑着铁钩 两个少年 各挑着一对鱼篓 千户大人冷哼一声 说道 这天寒地冻的 河里都结了冰 你打得哪门子鱼 分明是掩人耳目 中年人急忙说道 大人有所不知 我们寻找鱼哈打鱼 中年人解释 这一带的寒冬 几乎所有的河流都会结冰 将水和空气完全隔绝 鱼们为了吸氧 自发地聚集起来 选择一个隐蔽的地方 连续不断地喷水 喷出脸盆大小的冰窟窿 依次伸出头来唤气 这个冰窟窿 就是当地人所说的鱼哈 他们每年都会在鱼哈里 打捞出几百金鱼 士兵们都不是本地人 觉得很是稀奇 胡千总说道 你们找一个鱼哈 让我们看看 不然就是欺诈 中年人忙点头答应 父子三人来到河面 一路搜寻士兵们远远地跟在后面 突然一名少年惊喜地喊道 爹在这里 大家急忙跑过去 果然在一层芦苇里 发现一个洞口 不时地有鱼伸出头来 中年人拿着竹竿 趁着鱼头伸出 用铁钩勾住鱼塞 往外一挑 鱼就蹦到冰面上了 不一会 就挑出三十多条 都是一斤以上的鲫鱼 他讨好的说道 各位军爷 拿去烤着吃吧 士兵们欢天喜地地拿着鱼 到帐篷里烧烤 千户大人喝着酒 吃着烤鱼 忽然眉头一挑 派人把中年人叫到跟前 问道 喂 问问你 水里藏得住人吗 胡谦总也一个机灵 走近前注意听 中年人说道 回大人的话 水里的温度比地面高 躲在里面是有可能的 但是没办法透气 千户大人点点头 若有所思地问道 野狼谷会有多少鱼哈 中年人说道 野狼谷每年就一个鱼哈 都是寄鱼哈 到了十几里外的平坦地面 河面开阔 会有好几个鱼哈 鲤鱼哈 草鱼哈 连鱼哈 都有 话还没有说完 就见千户大人和胡谦 总急匆匆地向鱼哈走去 中年人急忙跟在后面 千户大人和胡谦总 蹲在鱼哈旁边 眼镜在芦苇丛里 仔细搜索 胡谦总忽然指了指一根芦苇 向千户大人示意 这根芦苇与众不同 上面的血都融化了 千户大人轻轻地一步上前 仔细一看 芦苇边上露出一根细细的主管 他冲胡谦总点点头 胡谦总捏了一个雪球 堵在主管上 不一会 鱼哈里水花翻滚 露出一颗人头 士兵们几条长矛插入水中 形成一个支架 往上一挑 火烧云赤条条地跌落在冰面上 士兵们用长矛在洞里掏出一个包袱 里面是一柄短刀和衣物 没有发现火龙珠 千户大人大笑着说 火烧云 想不到你诡计多端 竟然知道在鱼哈里藏身 火烧云仰头笑道 哈哈哈哈 爷从小在野狼谷里长大 寒冬里没少在鱼哈里讨生活 千户大人喝问道 火烧云 火龙珠在哪里 火烧云傲慢地翻着白眼 不作声 胡谦总赴尔过来 说道 大人 你看看火烧云 兄弟们穿着棉衣 都冻得流鼻涕 他赤条条的 却浑身冒着热气 不是很蹊跷吗 千户大人恍然大悟 火龙珠散热 是大冬天绝佳的保暖用品 有了一颗火龙珠 整间屋子里都暖和 他起身走进火烧云 猛地拔剑出来 刺向火烧云的肚腹里一挑 一颗火龙珠滚落出来 很久以前 郎中宗佑里采药回来 路过关道时 在路边草丛里 发现一个搭连 里面装满银子 大约五十两 于是放进药楼里 坐在路边等候 不一会 就见一名年轻人 骑着毛驴急匆匆地赶来 问道 大爷 看见我的搭连没有 宗佑里反问道 什么样的搭连 装的什么 年轻人名叫丁大郎 在县城布店里 当了几年伙计 搭连里装了 这几年的工钱五十两 准备回家成亲的 没想到搭连 从驴背上颠簸下来 搭连上绣着一个丁字 丁大郎哭丧着脸说 要是丢了银子 媳妇也取不了了 断了活路了 说吧 竟然哭了起来 宗佑里拿出搭连 交给了丁大郎 丁大郎万分感激 拿出二两银子筹谢他 被他拦住 丁大郎千恩万谢地走了 这一天 天气晴朗 宗佑里去老鹰嘴采药 老鹰嘴路途遥远 人际罕至 但是珍贵药材很多 果不其然 宗佑里在老鹰嘴上 惊喜地发现了一株百年灵芝草 长在崖壁上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把灵芝草采挖到手 这株灵芝草被一块石头挡着 很难被人发现 要不是宗佑里站的位置恰到好处 就不会发现它 这么一耽搁 天色不早了 宗佑里背着药篓 急匆匆地往山下赶去 偏偏忙中出错 他走偏了方向 下到山脚 才发现是另一个出山口 他常年上老鹰嘴采药 有固定地借宿人家 如今走错了方向 人生地不熟 去哪里投诉呢 正在东张西望 忽然听见有人喊 宗大爷 怎么会是你 宗佑里定睛一看 喜出望外 原来是丁大郎 丁大郎今天领着媳妇回门 刚回来 正往家里赶 得知宗佑里的情况 赶紧邀请他到家里去 丁家人听说 宗佑里是捡钱 还钱的恩人 赶紧端茶地水 好生款待 家里没有像样的菜 母亲叫丁大郎 拿着菜刀去杀鸡 鸡笼里只剩下一只打鸣的大公鸡 其他的鸡蛋喜事时都吃了 大公鸡的叫声 惊动了宗佑里 他跑去阻止 说道 你要杀鸡 我就走 话说到这份上 丁大郎只得作罢 吃过晚饭 丁家把宗佑里安排在乡房睡下 深更半夜里 突然传来惊天动地一声响亮 方家人急忙披衣起来掌灯观看 不由地叫生苦 相防的屋顶塌了 正砸在床上 床上堆满瓦力 看这情形 恩人宗佑里凶多吉少 本想给恩人图个方便 没想到害了他的性命 丁大郎急得哭出声来 赶紧去翻找宗佑里的尸体 这时 只听宗佑里在身后说 我在这里 大家回头一看 宗佑里毫发无损 原来 宗佑里半夜里被大公鸡的叫声惊醒 起床出来小姐 恰好躲过了灾难 鸡龙就在厢房的窗户外面 原来是大公鸡救了宗佑里一命 看来他是报答宗佑里的不吃之恩 忽然 瓦利里传来呻吟声 大家惊讶地举灯走近观看 发现一名壮年男人 伤得不轻 大家把男人抬出来 宗佑里赶紧查看 还好 都是皮外伤 他从药楼里翻出几株草药 嚼碎后 涂抹在伤口上 男人缓过境来 羞愧地讲了起来 原来他叫古求财 老母亲的胸口长了一个大流子 需要一株百年灵芝草充补 他家穷没钱求够 只得自己上山寻找 他在老鹰嘴对面的山上 看见宗佑里采挖了一株百年灵芝草 于是尾随着他 想把他偷走 他浮在屋顶上 想掀开瓦片 用钩子勾走药篓 哪知道屋顶年久失修 突然塌了 大公鸡早就听见动静 才会不停地鸣叫 把宗佑里叫醒了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宗佑里说道 在珍贵的药材 都是用来治病的 百年灵芝草 在我郎中眼里 就是一株治病的草药而已 你拿走吧 赶紧给你母亲治病 古囚才接过灵芝草 千恩万谢 正准备走 丁大郎的母亲 突然倒在地上 原来是心疼病突发 丁母一直有心疼病 估计今晚受到惊吓 就病复发了 宗佑里把了脉 沉吟着说 你母亲的病 要想治断根 需要百年老山深冲补 丁大郎苦着脸说 早先郎中也这样说过 但是我一个小户人家 哪里有钱购买 故此拖延至今 这时 古囚才插话说 百年老山深 我有 他这几天寻找灵芝草 意外找到一株百年老山深 他对丁大郎说 小兄弟 跟我走 老山深送给你 给沈子治病 丁大郎说 多少钱 你说个价 我以后还 古囚才笑着说 什么钱不钱的 宗先生白送我一株灵芝草 我就不能白送你一株老山深 丁大郎感叹说 说去说来 还是感谢宗先生的品德高尚 宗佑里笑着说 别感谢我 要感谢大公鸡 要不是他救了我 就是另一番结果了 我命散黄泉 古囚才过失杀人去坐牢 他老母亲的病也没法治了 你的老母亲的病也没机会治断根了 大家点头畅士 认为宗佑里说的有道理 丁大郎说道 说去说来 还是宗先生的善良 引起了这一连串善举 你如果不还银子 你我无缘认识 你如果不阻止杀大公鸡 大公鸡也没有机会救你 宗佑里摸着胡须说道 因此 善人者 人亦善之 心存善念 好运自然相随 这时大公鸡开始打鸣 朝阳从山边升起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大约是明朝时期 反正好几百年了 有一家殷实人家 一家四口人 儿子承雅正是个举人 这一年正逢大笔之年 骑着小毛驴进京赶考 妻子刘氏 在家陪伴两个老人 公共城园外和婆婆米氏 城园外是个不安分的人 总是喜欢到人堆里凑热闹 这一天 正巧赶上街坊邻居吵架 围着一圈人看热闹 他挤进人堆里 好心上前劝解 拉着张三的时候 李四抽出刀子 一刀捅在张三的胸口上 当场死亡 张三家里一口咬定 他是李四的帮凶 城园外就此卷入人命官司里 古语说得好 衙门八字开 有礼无钱墨进来 进了衙门 不拔一层题才怪 米氏赶紧托人 找官府说情 他所托的人是当地驻军牛靶总的夫人 牛靶总和县令交情很深 牛夫人派人去说情 县令松了口 只要城家拿出五千两银子 可以开托成无罪释放 米氏得到消息 赶紧东凑西挪 凑齐了五千两银子 喊来车夫 莫大郎赶车 送到牛靶总府上 莫大郎住在三十里开外的郊外 专门赶驴车为生 成家经常用他的驴车 彼此都很相熟 莫大郎帮着把银子搬到车上 赶着驴车往城里走去 但是 这么大一批银子 让莫大郎内心里泛起波澜 他动起了歪心思 想 据为己有 大脑里飞速转动起来 进了城里 莫大郎忽然说肚子饿 把驴车停在小饭馆门前 进去吃了几个馍 出来时给米氏带了一个馍 米氏也饿了 拿着吃了起来 不一会 米氏歪倒在车上睡着了 醒来时 米氏发现自己躺在城外路边的树下 莫大郎和银子都不见了 不由的天旋地转起来 放声大哭 这个莫大郎 表面上看很老实 其实骨子里很坏 他的怀里藏着药丸 干过一些坏事 只不过没有被发现而已 他在魔里下了药 这时米氏晕了过去 他带着银子跑了 米氏找到牛夫人 哭哭啼啼地把事情讲了 牛夫人只能安慰他 却帮不了忙 催促他赶紧再想办法 这是不能拖 等到案子定性了 成员外就出不来了 回到家里 米氏愁上心头 家里已经拿不出银子了 只得变卖家产 可是 大家都知道 成家等钱用 故意往下压低价钱 把所有的田产和家具股丸卖完了 还差好几百两 米氏一咬牙 把房子也卖了 一家人在树下搭建了一个草棚 暂且栖身 等着成雅正回来商量对策 成员外想不到好心 办成了坏事 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 回来后 拿着绳子上吊 说是活着没意思 没有脸面 被米氏数落一顿 米氏气愤地说 早知你想死 就不弄你出来了 不就是想让你捡一条命 才让全家陷入困境 成员外只得放弃轻声的念头 整天哀声叹气的 过了三个多月 成雅正骑着小毛驴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看见家里遭到这么大的变故 不禁惊呆了 成雅正询问莫大郎的去向 米氏哭着说 我醒来后就去官府报了案 可是等到差役赶到他家 已经人去乌空 不知道去了哪里 莫大郎到底去了哪里呢 他带着老婆跑到外省 在一个偏远的小镇上 买了房子 当起了富家翁 可是才入住不久 就被一伙强盗闯进家里 逼问出银子的下落 这伙强盗看见莫大郎行踪可疑 试着拷问 果然是个大客户 莫大郎自己有好几百两积蓄 用来买了房子 可怜还没有动用这五千两银子 就成了他人的 没奈何 他只得卖了房子 租住在乡下 又干起了老本行 赶驢车为生 强盗们得了银子 还没有来得及瓜分 就被官府发现踪迹 派出捕快追捕 强盗们只得带着所有家当 几经周折 逃到了莫大郎老家这一带 看见郊外有一座废弃的房屋 住了进去 可是 过了一段时间 几名强盗外出作案时 落入捕快的陷阱里 捕快们一直追到外省 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和当地的捕快们设下圈套 把他们一网打尽 强盗们拘捕 都死在搏斗中 脏银成了一个谜 程雅正听说莫大郎跑了 房子空着 就说 我们干脆住进莫大郎家里 好过住在草棚里 他和妻子 刘氏先来到莫大郎的住处探看 只见到处长满荒草 屋顶落满乌鸦 进到屋里 到处都是蜘蛛网 发出一股霉味 已经好久没有住人了 夫妻俩建屋里一片狼藉 赶紧收拾 在收拾屋脚里一堆杂物时 程雅正发现脚下的土有一点松 和别处不一样 就拿着锄头往下挖 想不到挖出好多银子 足足有上万两 其中五千两银子 正是他家被莫大郎拐走的 程雅正怎么知道哪些银子是他家的 难道坐着记号 没错 正是坐有记号 当初 米氏筹集来银子后 好多散银 就在家里融化 筑成五十两一个的银元宝 元宝的底部 刻着橙子 古时候 好多大户人家都会筑造元宝 备有模板 原来 强盗们住进来的废弃房屋 就是莫大郎的 想不到银子 转了一圈 又回到了程家手里 还多了五千多两赃银 正好抵上程家当初所有的家产 程家赎回房屋和田产 一家人又恢复到以前的富家生活 不过 自此后 程元外再也不敢多管闲事了 后来 刘氏生了一个儿子 成员外整天在家里哄着孙子 享受着天伦之乐 话说穷州书生杨约旦 从外地回家 船只突遇飓风 眼看就要翻船 忽然飘来一条小船 杨约旦纵身跳上去 回头一看 同船的人都已葬身海底 狂风吹着小船 来到一个岛屿 岛上有一座村落 寂静无声 杨约旦看见一家院内伸出花枝 此时是寒冬季节 怎会有花 他好奇地走进院内 忽然听见屋里传来悠扬的琴声 杨约旦向屋内张望 却见屋内走出一名婢女 十四五岁年纪 艳丽无双 他看见杨约旦 转身跑进屋里 不一会 琴声停止 出来一名文士 询问杨约旦的家事 杨约旦如实相告 文士笑着说 原来我们是亲戚 把他领进内侍 内侍端坐着一名女子 十八九岁年纪 正在调弄琴弦 文士对他说 这是你的侄子 讲了杨约旦的身世 女子欣喜地说 果然是我的侄子 你的父母还好吧 祖母是否还健在 杨约旦说 父母都四十多岁了 身体康健 祖母已经六十多岁了 身体有病 走路需要丫鬟搀扶 请数折愚钝 实在想不起姑姑 是哪一房的 还请明示 以便回去后告知父母 女子说 因为相隔遥远 所以相互断了阴性 你只需说十娘 他们自然知晓 杨约旦又问起姑父的家事 文士说 我姓燕 这是神仙岛 离穷州三千多里 我搬到这里的时间也不长 十娘吩咐婢女 摆出九宴款带杨约旦 那些精美的菜肴 非常可口 却都不认识 吃完饭 燕文士带着杨约旦四处游玩 杨约旦问起 为何冬天还会鲜花烂漫 燕文士讲 这里四季如春 季节并无明显区别 晚上 杨约旦说起听见的优美琴声 想跟着学琴 十娘就开始教她弹奏天女折将 杨约旦掌握得很快 练了十几遍 建成曲调 十娘让她独自练习 便和燕文士歇息去了 杨约旦越练越有劲 不知不觉到了四更天气 猛一抬头 发现婢女还站在屋角 惊讶地问道 你为什么还不去睡 婢女笑着说 主人让我等你睡下后 关门熄灯 杨约旦打量了一下婢女 不由得怦然心动 喜欢上了 杨约旦想和她亲热 婢女推托说 天快亮了 恐被主人发现 你如有意 明晚不迟 杨约旦还想纠缠 只听燕文士喊道 粉蝶 婢女闻声匆匆离去 杨约旦悄悄 跟了过去 只听燕文士责怪石娘说 粉蝶沉原未了 你非要收留她 姑且责罚她三百鞭子 石娘说 责罚倒不必了 她既然喜欢我折 碎了她的心愿吧 杨约旦好生羞惨 赶紧去睡了 天亮后 杨约旦见 服侍她的换成一个同仆 心内坠坠不安 也不敢问 好在石娘和燕文士没有责怪她 就当不知道这回事 依然教她学琴 杨约旦一直不见粉蝶 也不知石娘把她怎么样了 心里十分想念她 过了一段时间 杨约旦想家了 提出要回家 石娘说 这个简单 你上次坐的小船还在 我助你一帆之力 考虑到你还没有成家 我已经把粉蝶先安排去了 石娘赠送杨约旦一张琴 另外拿出一袋药 让她带给祖母服用 虽然不能治病 却可以延年益寿 到了海岸 石娘让杨约旦上船 拿出一条裙子系在船上 老天突然刮起南风 裙子如船帆一样鼓起 小船如离弦之箭 瞬间不见石娘相送的身影 船上有八个芝麻饼 杨约旦埋怨 石娘粗心 准备的干粮太少 只够一天食用 他不敢多吃 只吃了一个芝麻饼 谁知吃完就不觉得饿了 天色渐暗 杨约旦忽然看见人烟 大惊失色 想不到一天之内 竟然到了穷州 他解下裙子 带上支麻饼 回到家里 家人看见杨约旦 都惊讶不已 因为他已经离家十六年了 杨约旦这才明白 他遇到了神仙 他拿出要让祖母吃 要效立竿见影 祖母的病好了 身体硬朗了 也不要人搀扶了 杨约旦讲了遭遇 并拿出石娘的裙子 祖母含泪说 她是你的姑姑 于是讲起了往事 石娘是祖母最小的女儿 许佩己燕家 谁知燕家孤夜十六岁时 寻访仙山 一去不复还 石娘一直等到十九岁 忽然无病而亡 如今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杨约旦带回来的那条裙子 就是石娘的陪葬物 既然杨约旦遇见了石娘 说明她根本没有死 家人跑去挖开她的坟墓 打开棺材 果然是一口空关 那些芝麻饼 杨约旦分给家人吃了 只吃一块 一天都不会饿 杨约旦本来定亲吴家女儿的 但是她一直没有回来 她就嫁了别人 家人听说 石娘把粉碟许给杨约旦为妻 就一直等着 哪知道一年多了 也不见阴信 只得定下钱秀才的女儿 这个钱是年满十六岁 很是漂亮 但是一连定了三家亲 南方都未婚先王 杨约旦娶回钱室 揭开红盖头 大喜过望 竟然是粉碟 原来石娘把粉碟投胎到钱家 这就是她的预先安排 杨约旦问其往事 粉碟茫然不知 但是杨约旦谈起天女折将时 她却听得出神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几百年前 小山村里住着一户姓吕的人家 家主吕建才是个酸腐的秀才 穷得叮当响 为了生计 她的老婆腌一些酸菜 她常常拿到集市上去卖 这就影响了她的学业 哪有时间静下心来读书 故此多次参加相试 都名落孙山 吕建才是个狂生 眼里揉不下沙子 看不惯听不惯的 她都会毫不客气地指责 为此得罪了不少人 偏偏她的隔壁住着浓户皮难缠 是个粗人 脾气急躁 看不起吕建才 认为她是个无用的书生 言语里充满嘲讽 两人面和心不合 心里暗暗叫拙进 这一天 皮难缠扩建猪圈 强行占了吕建才的几寸地基 吕建才不同意 和她距离力争 言语越来越难听 皮难缠大怒之下 将吕建才推倒在地 踹了几脚 吕建才难咽这口气 一指诉状把皮难缠告到县衙 县太爷是科举出身 知道读书人的难处 偏袒吕建才 将皮难缠当堂打了二十大板 责令她赔偿了吕建才三百钱的医药费 不准她强占吕建才的地基 皮难缠输了官司 羞愤难当 躺在床上 抚摸着肿起来的大腿 决定报复吕建才 她认识后山上倒灌的疯癫道长 等到伤好后 她拎着酒找到疯癫道长 疯癫道长最喜欢杯中之物 拿起酒就喝 提难缠把她想报复吕建才的想法说了 哀求疯癫道长叫她一个法术 疯癫道长大怒 把皮难缠斥责了一顿 贺骂她不该有害人之心 贺骂完 她把手指往喉咙里一插 当即吐出所喝的酒 拂袖进到里屋 不再理会皮难缠 皮难缠好不尴尬 只得回家 走在路上 她想起民间里流传祖坟里 埋东西害人的说法 决定自己动手 她思索了好久 干脆去乱葬岗上挖一些脏东西 埋在吕建才的祖坟上 即使坏不了她的运气 也要恶心一下她 到了晚上 皮难缠喝了大半谈酒壮胆 拿着工具 踏着月色 来到了乱葬岗上 乱葬岗上都是一些无主的野坟 还有一个万人坑 埋葬着战乱时期被杀死的逃难人 吕建才找到一个小土包挖下去 不一会 挖出一个小铜人 小铜人面目猙獰 在暗淡的月色下 显得格外恐怖 看起来不是什么吉祥之物 皮难缠大喜 决定把这个不祥之物 埋在吕建才的祖坟里 她拿着小铜人 来到吕建才祖墓之地 把小铜人埋进了吕建才爷爷的坟头 这以后 皮难缠按捺住激动的心情 等着吕建才倒霉 可是 过了一段时间 吕建才不但没有倒霉 还发了财 这一天 吕建才家里没有钱买米了 她一大早拎着酸菜到集市上卖钱 走在山路上 一不小心 她被一块石头绊倒 几个跟头翻到路边山沟里 她晕头晕脑地坐起来 觉得屁股上坐着一块硬邦邦的石头 顶得屁股好生疼痛 伸手拿出来准备扔掉 可是 当她看见石头时 筋不住愣住了 竟然是一块金子 她赶紧爬起来 在山沟里寻找 一下子找到五六块金子 不少于一百两 吕建才大喜 酸菜也不要了 抱着金子飞跑回家 吕建才一下子发财了 她置办了许多田产 翻新了房屋 买来了丫鬟 当起了财主 她不用为生计操心了 安心读书 两年后到了乡市 高中举人 考中举人 门庭一下子显跪起来 官宦乡身都来结交她 吕建才一下子成为有头有脸的人物 提南缠看在眼里 气在心里 却也无可奈何 有一天 吕建才去官宦人家做客 酒席间结识了一名得道高人 相谈甚欢 酒席散后 得道高人和她结伴同行 悄悄告诉她 她之所以能够转运 完全是因为祖坟上埋了一个小童人 这个小童人 原本是巫师手里的法器 一百多年前 巫师被人请到乱葬岗上施法超度亡灵 无意中移落下小童人 小童人具有灵性 被人埋到吕建才祖坟里 有了安身之所 开始保佑吕建才发财转运 那些山沟里的金子 本来是山匪被官兵围剿时 匆忙终一落下来的 在山沟里埋没了几十年 没有被发现 小童人显灵 才让吕建才发现了金子 也让吕建才考中举人 吕建才仿佛听天方夜谭一样 无比惊讶 他问是谁埋的小童人 高人讲 他不能说出来 反正那人本想害他 却无意中帮了他 高人叮嘱他保持沉默 千万不要泄露天机 更不要去挖出小童人 回到家里 吕建才陷入沉思 有人要害他 说明他让人记恨了 他这一生 得罪的人也不少 干脆和他们化解恩怨 免得他们继续记恨他 于是吕建才带着礼品 逐一登门拜访 化解恩怨 那些被吕建才讥讽过的书生 辱骂过的农户 还有皮南禅 都被他感动 尽是前嫌 特别是皮南禅 因为住得近 吕建才经常赠送礼品 请他宴饮 渐渐的 两人关系越来越好 亲似兄弟 皮南禅彻底被感化 想起当初在吕建才的祖坟上 买小铜人 心里十分愧疚 这一晚 他扛着工具 悄悄跑到吕建才爷爷的坟墓 把小铜人挖了出来 扔进了山建里 吕建才当了好几年的举人 既没有考上进士 也没有被力不任用 由于不善理财 加到日渐衰落 这一天 吕建才偶遇当初的得到高人 说起运气不是很好 跪求指点 得到高人看了他一眼 说道 因为小铜人被挖走了 你又回到以前的运气 吕建才愣在当地 故事后 有一个富豪冷员外 让管家冷三郎去给儿子冷问月送秋一 冷三郎带着两名家仆 骑着高头大马 一路向问禅寺飞奔而去 到了山脚下 三人下马 牵着缰绳顺着山路慢行 忽然听见山谷里传来那喊声 急忙向山谷里观望 只见山谷里惊奇蔽日 空旷的谷底 一字排开三只人马 每只人马前面 站着一名全副披挂的女将 在不远处栽着一根旗杆 旗杆上吊着一名纯红齿白的白面书生 冷三郎一惊 这不是公子爷冷问月吗 怎么会吊在旗杆上 出了什么事 这是还得从头说起 冷问月这人虽然才学出众 但是为人轻浮 在家里 冷员外管的盐 冷问月觉得不自在 便以静心读书为由 跑到上百里外的问禅寺里读书 问禅寺虽然偏远 可是香火旺盛 来烧香拜佛的善男戏女很多 冷问月经常在寺庙里闲逛 看见年轻漂亮的女子 便跟在后面观望 她也只是静静地欣赏美色 虽然讨厌 却无法斥责她 这一天 冷问月读书累了 便到寺庙外游玩 忽然看见一名美如天仙的女子 迎面走来 两人擦肩而过的时候 冷问月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发现女子也默默寒情地看着她 她被电到了 一颗心扑通扑通地狂跳 冷问月忍不住 转头看向女子的背影 只见她也扭转头看着她 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 冷问月回到屋里 心神不宁起来 一颗心拳在女子身上 到了晚上 她捧着书本 眼里尽是女子的倩影 不由地推开书本 站起来 望着天上的一轮明月 引出一首相思诗来 忽然听见窗外传来 女子的声音 说道 公子豪雅兴 既然想念小女子 何不邀请我 进屋一叙 冷问月推开窗户一看 月色下站着一名妙龄女子 正是白天遇见的那人 不禁喜笑颜开 赶紧招呼女子进屋 闲聊之下 才知道女子归名叉子 是山中的女狐 爱慕公子才学 故此特来相会 冷问月贤侠时 喜欢看一些智怪小说 相信这世界上存在鬼狐 竟然对叉子的话不以为意 两人相谈甚欢 约定明晚继续来会面 到了第二天晚上 奴仆们睡下后 叉子果然来了 两人谈得正热闹 忽然听见窗外传来嬉笑声 一女子的声音传来 说道 两人狼情惬意 好不羞涩 却忘了姊妹情意 叉子听见 笑着说 两个小丫头 竟敢尾随姐姐 还不快快现身 只见门帘轻挑 近来两名漂亮美女 年纪和叉子相仿 项巡之下 才知道是叉子的妹妹 燕红和美玉 三人是一母三胞胎 长得非常像 冷问月看着三人 竟然分不清 谁是谁了 惹得三姐妹大笑不止 自此后 三姐妹经常来和冷问月 谈论诗词歌赋 渐渐地都喜欢上了她 这一天 纸终于被捅破了 三姐妹询问 冷问月到底喜欢谁 只能娶一个围妻 冷问月说道 你们三个 在我心中一般无二 我也难以取舍 这个难题困扰着三姐妹 于是他们约定 各自带着人马 在山谷里一较高下 赢者才有资格和冷问月结婚 这就是管家冷三郎 看见这一幕的始末 公子爷被吊在旗杆上 冷三郎 岂能袖手旁观 他当即跨上马 飞奔山谷而下 三姐妹正在商量出场顺序 忽然见一个壮实的大汉冲了下来 只见他弯弓射箭 一箭射断绳索 冷问月坠落下来 冷三郎纵马上前接住 三姐妹和众人不由地大声喝彩 好伸手 冷三郎向冷问月问明原因 拍马上前 抱拳说道 三位女侠 在下有一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三姐妹抱拳回礼 说道 壮实请讲 冷三郎微笑着说 你们是三姐妹 大家摆阵厮杀 无论杀了谁都不好 不能为了我家公子爷 杀了你们姐妹和气 岔子气愤地指着冷问月 说道 都怪他 不肯选择 只要他开口 无论选择谁 我们都会接受结果 可他偏偏不开口 冷问月苦着脸说道 可是 你们在我心目中难分伯仲 我确实难以取舍 冷三郎大笑着说 原来如此 我有一个好主意 三姐妹忙说 快讲 冷三郎说道 我们冷家家大业大 富甲一方 多少人都养得起 依我看 你们三姐妹都嫁给我家公子爷 既不伤了公子爷的感情 又能顾全姐妹情意 三姐妹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沉默片刻 然后一口同声地同意了 这时 美玉忽然问道 且慢 我们三姐妹也得分个名分 谁做大 谁做小 燕红说道 是啊 当初按照出生的顺序 让大姐站了先 现在我们可不愿意谦让 冷问月 厚着脸皮说道 我有一个好主意 你们三姐妹 谁先生儿子 谁就是正妻 三姐妹一起朝她 呸了一声 笑骂道 美死你 姐妹们 先叫训训训这个没脸没皮的老公 三人催马冲向冷问月 冷问月急忙跳上奴仆的马 向山林里冲去 不一会 传来她的惨叫声 以及三姐妹开心的笑声 后来 冷问月赶着几辆马车 载着女胡三姐妹 和冷三郎一起 回到冷家成亲去了 刘小学是一个小县城的建材商 一次和圈内朋友吃饭 认识了专门生产窗户的孙总 这孙总人卖广 和几个房产开发商是好朋友 他们建造的商品房的窗户 几乎被孙总垄断了 所以孙总在这个行业里 生意做得最大 饭吃好后 脑瓜子好使的刘小学 陪孙总玩了麻将 洗了脚 极力巴结孙总 临走 递给孙总一张名片 希望能成为孙总的材料供应商 孙总打着哈哈 好说好说 图片来自网络 对于刘小学来说 孙总是个极大的诱惑 你想啊 要是能成为他的材料供应商 这是一笔多大的买卖 对于孙总 刘小学是花了功夫的 经常拉着圈内朋友请孙总吃饭 一来二去成了熟人 可是一旦刘小学提出要做他的材料供应商 孙总不是打着哈哈 顾左右而言他 就是推脱以后再说 对于孙总的拒绝 刘小学认为是交情还不够 你想啊 孙总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 早就有了供货商 不可能说换就换 他刘小学算什么呀 一不亲二不亲的 凭什么要你的货 刘小学当然明白 培养感情是需要时间的 他几乎天天陪孙总打牌洗澡 给孙总老婆买戒指 给孙总的脏傲买食品 甚至给孙总的儿子买了最好的手提电脑 尽管他压根就没见过孙总读初中的儿子 大半年下来就和孙总成了好哥们 整天称兄道弟的 有一次喝酒喝的面红耳热之际 刘小学又一次提出要孙总买他的材料 孙总却说 他们是好兄弟 兄弟之间只谈感情 不谈生意 扯淡 不谈生意我下这么大的本钱和功夫 刘小学看出苗头 这孙总是由言不尽 就渐渐冷了这份心 疏远了他 这一天 刘小学从公司下班回家 突然看见一辆车挂倒人行道上的一名学生 拖了十几米远 一路鲜血 肇事的车跑了 刘小学急忙抱起学生放进自己的车里 送到就近的医院医治 这学生有手机 给父母打了电话 包扎完后 他的父母也赶来了 原来是孙总夫妇 孙总一个劲地感谢刘小学 刘小学说 我们是老朋友了 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 应该的 没啥 图片来自网络 过了几天 孙总邀请刘小学到他家去吃饭 说是外面吃没意思 在家吃才显得有诚意 吃饭时 孙总夫妇又是敬酒又是加菜 一脸的真诚 把刘小学吃得心暖暖的 饭后 孙总带刘小学到他的工厂去参观 仓库里堆满窗户 孙总一脸歉意地对他说 你三番五次要供材料给我 我一直没答应 不是我不想和你合作 你仔细看看材质 你不一定有 刘小学仔细看了看 这是最差的最便宜的制裁 制作的窗户表面看起来制裁是不错的 但是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制裁差 用不到几年就会变形 这种窗户在市场上是卖不出去的 也只有没良心的开发商会买 图便宜 看来孙总为例是图 是名副其实的奸商啊 刘小学笑着说 孙总 这种制裁我能搞到货 我可以比市场价 便宜一成卖给你 虽然力薄 但是用量大 也能赚不少钱吗 孙总显然没想到 愣了愣 也不说话 把刘小学带进生产车间 那简直就不能算作生产车间 只能算作仓库 车间里堆满了各式旧窗户 几个工人在清洗修理 既没看见制作窗户的材料 更没看见制作窗户的机器设备 孙总呵呵一笑 说 你看见了吧 我只有修理才用制裁 用的也不多 不是我不肯买你的材料 实在是我不需要啊 刘小学一脸疑惑 孙总每年要向建筑商供应几万个窗户 没有设备和材料 难道是买的 还是找别人代为制作的 孙总神秘地说 既不是买的 也没找人代制 不过这是商业机密 恕我不能说 你救了我儿子 这交情非同一般 我才带你来 让你明白 我不需要材料 免得你责怪我不通人情 其他人 根本不可能靠近我的工厂 更不用说参观了 看来 孙总还是够位的 刘小学告辞回去了 可是 刘小学想了好一段时间 也没想明白 孙总的窗户到底怎么来的 这一天 刘小学看报纸 吃了一惊 孙总出大事了 孙总供给商品房的窗户质量太差 先前有用户告状 被开发商压了下来 这次一大批用户联名捅到市委 有关部门派人一查 也吃了一惊 孙总不但偷税漏税 还弄虚作假 由于窗户质量太差 住户装修时只有换掉 换掉的窗户不值钱 有的当废品卖了 有的甚至丢了 孙总和所有的收废品的私下订了协议 低价回收这些窗户 稍稍清洗修理一下 又拿出来卖给开发商 他的工厂只生产了第一批窗户 就把设备卖了 再也没有生产过窗户 几十元收回 几百元卖出 惊人的暴力 图片来自网络 刘晓学恍然大悟 终于弄明白孙总的窗户是怎么来的了 当他看到报纸上最后写道 做生意不要只顾钻到前眼里 昧了良心 他脸疼得一红 自己当初不也想为了钱卖差 制裁给孙总吗 当时就只想到赚钱 哪里想到要讲良心 一不小心 金钱真能盖过良心啊 还好 他没有陷进去 刘晓学拍着胸脯 无比庆幸 银子